杨阳,透露恋情,是为了炒作还是真情实义? 作为中国备受喜爱的著名演员,杨阳总是吸引着公众的关注,尤其是关于她的恋情问题。 一些人对她经常公开发布自己关于爱情的信息表示疑惑,认为这是需要在公众中留下印象,还是她真诚的倾诉。 在最近的一档电视节目中,杨阳分享了她和女友王楚然的恋情。 据悉,两人在一家旅馆共同生活并在海滩上接吻后,再次确认了亲密关系。 杨阳承认她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,不想让家人再为自己担心。 然而,一些人仍然怀疑她的意图。 一些其他名人使用情感主题来吸引公众的关注,从而引起好奇和关注。 然而,对于杨阳来说,问题仍然是媒体和公众争议的原因。 无论是在营销策略上使用情感主题还是真诚抒发自己的想法,杨阳仍然是备受喜爱和广泛粉丝的演员。 对于粉丝来说,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好人并且感人。 如果杨阳正在使用情感主题来引起注意,那么她的动机绝不仅仅是激起好奇心。 肯定是,她也在寻找自己生活中的幸福和稳定。 在中国娱乐界变得越来越竞争的情况下,炫耀感情将成为吸引粉丝关注的策略。 这也是名人由公众关注和引导的生活方式。 因此,公正的分享情感是杨阳自己最清楚的问题。 然而,她的粉丝仍然会热情支持和热爱她,因为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,成为了充满活力的一代的代表。 杨阳已经有一个充满成功的艺术历程和职业生涯。 她出现在许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,受到观众的喜爱并受到高度评价。 除了表演外,杨阳还是一名模特,并代表许多大型品牌。 她还参加了许多慈善活动,与自己的粉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 尽管她个人生活的平静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声誉,但当她觉得这是必要和正确的时候,她并不害怕与粉丝分享。 这表明她是非常真诚的人,不怕接受公众的负面评价。 总之,杨阳分享自己的恋情可能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,但不能否认的是,她也在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和稳定而努力。 凭借她的才华和努力,杨阳将继续成为艺术界的顶尖巨星,并保持对她的粉丝的热情。 感谢您的描述。 感谢您的描述。